千里之外法如雪 当iChoose出现 唱片市场全面崩溃 音乐天网却悄悄地诞生 出道十三年 周杰伦鲜少重复他的音乐形式 有如反向的钟 穿越古词与新诗 游走古典与嘻哈rap之间 也听过无数次他的歌曲 只是第一次 周大侠与青年面对面演说 11月19号中天青年论坛